圣诞节刚过 不过在寿风乡长曾淑仪争取下 国语日报社董事长孙庆国一行人 26号来到了寿风国小制证200本的儿童书籍 还有两套音乐教剧及两张桌球桌 给寿风乡有四所学校 曾淑仪很感谢乡市超过15年的 国语日报董事长孙庆国 送来他当选乡长之后第一份礼物 也要把阅读风气带到寿风乡 寿风国小排敌队用月声来欢迎 国语日报董事长孙庆国等一行人 这一次国语日报社赠送200本的儿童书籍 两套音乐教剧 两张桌球桌给寿风乡 包括寿风、风山、月梅 以及水莲等四个小学 乡长曾淑仪表示 他与贵日报董事长孙庆国相识超过15年 感谢孙庆国担任圣诞老公公 将这一批礼物带来到寿风乡 虽然我国语不标准 不过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这样国语 是最标准的 来跟小朋友比起来可能有落差 就提亮一点好不好 谢谢今天把我们的宝藏都送献给大家 主要是他们都关为我们松花蓮比较偏远的地方 我们希望小朋友要珍惜有空就拿来阅读 增加你们的智慧 增加你们学习的能力 一起来阅读 我活到牢 血到牢 好不好 我与日报社董事长孙庆国鼓励小朋友 从小就要广泛阅读增广事业 长大后才能够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 我们希望偏乡地区的孩子们能提升阅读能力 也希望偏乡孩子们有乒乓球能打 也希望我们有个很进步的敲击琴 来让孩子们培养音乐的兴趣 总而一句话偏乡的孩子要有很多的资源 希望我们都会区的家长小朋友能多关心 后山花蓮寿风乡 我们很高兴孙社长还有我们寿风乡的大家长 能够看到我们孩子的需要 期待我们偏乡的孩子也能够受到大家的关注 有更多的阅读的机会 寿风乡公所也准备了一张超大感谢状 感谢国语日报社将阅读风气带导寿风乡 谢谢国语日报社 谢谢孙社长 谢谢孙社长 记者刘明胜 寿风采访报导 谢谢孙社长